大家好,進去我們 GameplayHK 我們想做更多詳細的Pokemon Go攻略 這段影片有一點點深入,多數都是資料性質 主要今集說回0.35的更新,有什麼細節隱藏改進了 第一就是打到管時可以迴避攻擊 最新的數值如果迴避成功,最大可能可以減少人家75%的攻擊力 即是人家的波攻擊最少都保留四分之一的攻擊力 這個是0.35的更新的數字 除此之外,今次有一大堆小精靈的技能改動 我們將這些改動列入一個文字列表 放在Pokemon Go攻略討論版內 有興趣就可以去我們的討論區看看 值得看的是鯉魚龍 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了一招龍之氣息 這一招就是龍屬性 換來一招Bite,即是用嘴咬 其實兩招照看DPS是一樣的 但是屬性很不同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是拔走了龍屬性的普攻 接下來日後會不會招龍之氣息再有新改動呢? 因為其實之前有新更新試過 每招技能的攻擊力或者速度等等的數值都有改動 有機會招龍之氣息日後改變了也未定 如果之前你有鯉魚龍有這一招普攻 恭喜你,會保留的 之前那些小精靈不會有影響 是新觸和新進化的那些 就絕對不會再有之前的技能 我自己很幸運,進化了一隻鯉魚龍 就有這一招,幸好阿俊幫我進到這招 另外就是緊鬼,那招大技 改動我也覺得是頗厲害的 就是新的那招雖然DPS比較低 但是所需的能量少一半 就是說你用普攻、儲氣 儲到一半就已經可以出招大技 比起以前那招其實是快了一倍 所以看來這一招的威力比較大 少開始就慘了 他被炆酒招Water Gun 這一招就是非常快的一招普攻 最強的那招他就沒有了 真可憐 不過沒關係,其實小開獅大家都不會拿出去打 也不怕 最後連夢夢也有改動 夢夢大家都應該不會有吧 不要說你吹水,告訴我你會有 未有的小精靈也有改動,很神奇 那些資料點來其實就是 那些人應該是爆了遊戲的資料 看到它的數值、招式的ID等等 研究出來的 當然現在不是我們發掘 但是我們就希望整理一下給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拍片再講呢 其實就希望方便大家去理解 因為有時候看文字,我們拍片 我們用口說令你們更容易明白 加上我們也有心機把資料整理過 適合我們去看,就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我們會繼續製作更加多的深入工量給大家 都很花時間去找資料 其實這些深入東西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不喜歡 因為太煩,很多數字,很多資料 如果有網友喜歡聽這些 告訴我,留個言,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做更加多的工量 好,下次見,謝謝,拜拜